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 这次的Travel for Coffee 我陆续到访了大阪 京都 东京 走访了不少当地咖啡烹焙的品牌和咖啡馆 既见到了老朋友 又结识了新朋友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着刚刚成立的咖啡品牌 今天是我们Travel for Coffee的第二期 是我此次日本行最喜欢的城市 大阪 它多元 有活力 在这里的几天里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大阪的咖啡之行 看这边是他们的一个超市的门口的外边 他们这边停的你看基本都是这种电驻力的自行车 你看全都是这种自行车的样子 那它这边是有一个这种电池的对吧 它是起步的时候这种可以助力的 大概一半的样子是这种电助力的自行车 还有一半是这种普通的自行车 现在到了他们的店铺里面 连人还是蛮多的 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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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什么咖啡 好激动啊 请你喝一杯 我已经喝两杯了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主要是以这个drip咖啡 手冲的咖啡为主 然后这边呢有意识的 然后下边呢还有一些茶 冰的还要用这个来出品 但是它这个drip咖啡竟然带了一点美股 drip咖啡一般都是柑橘或者是带一点茶的 你们要喝喝看吗 还是你们已经点了这个了 他点了这个的拿铁 同样的咖啡豆 然后做成不一样的 它在这个地方标记的区域也不一样 我们拜访了Lilu Coffee的烘焙工厂 以及Lilu Coffee新斋桥的店铺 店铺以手冲咖啡为主 于是我就点了冰的手冲咖啡 另外他们也有意识咖啡以及简单的饮料 因为店铺的地理位置靠近新斋桥 所以也有全世界各地来的游客 店里见到了他们的烘焙师Keta 她也带我参观了Lilu Coffee的烘焙工厂 我的天 这个太巧了 你刚才说中文的时候我都被吓到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刚才没反应过来 我现在是过来工作假期 就是Working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就先大于是在这边可能待一年 一年每个每几个月换一个工作的地方 对不对 我也不用每个月换 它是有很放松的时间给你待在一个地方 我之前在这边留学的时候挺想过来 就喜欢他们的咖啡店对吧 对 然后就我本身也是做咖啡在香港 哦真的啊 然后就再过来这边楼一年 他们一个星期就烘两天 然后就两天就杯茶 巴西 这边还有云南 这个是云南宝山的 Nagamura Keita 非常好看你 What's the top 3咖啡 in your coffee shop? Double one is drip coffee Top 2 is latte Top 3 is American 所以说像他们的咖啡其实还是也是蛮传统的 跟烘焙师Keita聊了一些他对于大阪咖啡市场的看法 他觉得大阪的客人都比较喜欢多样型的事物 通常大多数人都会买他们推荐的咖啡 另外他们还有一家Lilo Coffee Pizza 那这家店呢会做一些特调的咖啡饮料 以及不同充足方式的咖啡 Thank you very much I got a gift for you This is my bean Your bean Yeah This is you no No This is our brand name Mumamo Coffee 参观完Lilo Coffee的工厂之后 我也了解到日本的咖啡烘焙工厂 和国内的烘焙工厂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去年也刚建了上海的咖啡烘焙厂 在做酬煎的时候有面积大小的规定 不同生产间的区分等等 但是在日本烘焙工厂也没有面积大小的限制和规定 只要做好排烟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很多小的咖啡店都会有咖啡烘焙机 就比如接下来的这家Mal Coffee 这家店我预估也就是一个10平方的咖啡小店 他们就在门口放了一台咖啡烘焙机 它里边是在做烘焙 就在街角的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店真的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店 还塞了一个烘焙机 这边是简单的 这边是barista在做咖啡 你做TikTok吗 对 这是一个摩托 这是一个地图 这是一个地图 这几口就喝完了 这第二杯了 在日本见到的像Mal Coffee这样的小店还有很多 当然还有更特别的 就比如像东京的这家豆腐咖啡 不过我会等到下期的东京片再带给大家 那因为最近618临近 我们也刚上了新的咖啡豆 还有咖啡节在筹备 所以事情全堆在一起了 希望观众们记得点赞和订阅 那我们也尽量准时发出下一期视频 门口的这个柱子上面 看到了吧 全都是一些切齿 凳子 凳子上面也全都是贴质 拉花的这个拿起 它打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牛奶很烫 但是蛮香的 泽田的这个大杯子嘛对吧 国内有很多咖啡师 也都有这个杯子 就是它做鸭纹的话 其实是会有点难的 因为它的这个杯量特别大 就它们用的是手拨的膜 没有用那种电动的摩托机 我让小哥在三叶那个地方帮我拍了一个拍立得 他这张拍真的太好看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国内的很早的一批纹 咖啡拉花的一个青春 真的是 哇我看到这个三叶的时候 就莫名的有一种感动 泽田阳市的这个店 喜欢拉花的朋友一定要来哦 这个星巴克 是我在日本见到的第一家星巴克 我就在想 我的天啊 我来了这么多天了 为什么我一家星巴克都没有见到 小伙伴们 我觉得吃饭还是避开 新斋桥的那个 特别聚集的那个地方会好一些 这个地方呢 就离新斋桥没多远 大概就两个路口 这边我就找到了一个 这个日料店 这边很安静 他这边的菜单我有点看不懂 不过无所谓了 就看着来点了 他这个车是不是坏了呀 我就在想 他这个轮子是往外凸的 这边也是 我说是一个银子 这个车是从来的 这个车是从来的 是 我是一个YouTuber 我只是在这里 我只是在这里 所以我看着这个车 我只是在这车里 我只是在这个车里 我只是在这车里 你就是一个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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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Prazy owner Prazy owner Good luck man 这兄弟的车我去都变成那样了 这个店我看蛮多人po的 我想买Cream Donut 那你不可以吃 可以吃一个 Ess Americano Ess Americano 对 这是什么 Cream Donut Donut 让我试一下 坐外面 然后呢这两个是800日元 800日元就是40块钱 哇咖啡豆喝起来就是一下子就能喝出来 它是新鲜的那种咖啡豆 因为它店里边也是有一个烘焙机在做烘焙嘛 这个店的氛围还是蛮好的 还是挺喜欢的 如果要是你们在这个W酒店住的话 可以来喝一喝咖啡 它这个W酒店的五一期间的价格太疯狂了 4万多块钱一个晚上 我感觉可以称之为全球最贵的W酒店了对不对 你看就在上面 Billy, right? Billy, yeah, yeah Good to see you And can you have her name? Dania Dania Yeah, very good to see you Nice to meet you Oh, she's so cute She's so cute She's so shy So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Bye 这边是可以开这种四驱车的 我就在想 它这种四驱车在日本是可以上路的吗 我也没看到有牌照耶 它不吃吗 它给它推出来了 OK, sure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先来一口汤吧 好香啊 它这个 肉来一遍 那种烟熏的肉 它现在是比较嫩的 好吃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再见 拜拜 这几个小哥蛮有意思的 他说 如果你要是喜欢 那你一定要发一个Instagram 要add他们 哈哈 哈哈 我点了一个拼配的手冲 他们的菜单是比较简单的 你看啊 就是这么几种手冲的咖啡 那下边是两款前烘焙的 这边应该是非咖啡类的 它这个深烘焙的喝起来 蛮干净的 有这种酸酸的这种层次感 它这边呢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简餐 两片吐司里边加了这个炒蛋吧 炒的比较嫩的这种蛋对吧 这边的这个勺子我看着蛮漂亮的 我打算买一个 这感觉做得很好 除了这个新斋桥区域的咖啡店 这家是一定要来逛一逛的 非常非常值得来逛 好不好 真的 喜欢喝手冲咖啡的小伙伴 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这个门头它很容易走过 因为你不太能识别的出来 这是一家咖啡店 大阪的这几天 我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活力 我翻看自己拍摄视频的时候 发现很多时候镜头里边的人 都是很开心的笑着的 我想这也是Travel for Cafe的意义 也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下一期我们将到达东京站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也许几天3月3日 也许几天4月3日 哇 这个是彩虹吗 这是几天3月3日 所以这几天3月3日